在2021年的12月 台中一名35岁的江姓女子 因为不满在国小担任保全的爸爸 不再资助他到美国留学的费用 竟然趁着深夜的时候 持铁锤等犯罪工具 到爸爸工作的学校来理论 两人一言不合 江姓女子竟然是以铁锤 将父亲活活给打死 还伙同张姓男友 骑机车到太平山去弃失 原来江姓女子在2014年的时候 和男友一同到美国去留学 一开始父亲是有资助他们生活费和学费 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 就不再资助 造成两个人在美国就学时生活困难 因此心深怨恨 没有想到2021年回台后 却狠心对父亲痛下杀手 而江姓女子和张姓男友 一审是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但江姓女子的母亲和妹妹都认为 这是逆轮弑负 而且手段凶残 泯灭人性罪性重大 请求法官改判处死刑 但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今天是做出判决 认为两人还有在教制 以及在社会化的可能性 驳回上诉 仍维持一审的判决 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而全案还可再上诉 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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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